大家好,我是Den 从前两天开始,我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私讯说想要知道 Blackpink Shutdown MB被质疑抄袭香港女团MB的韩网反应 不过,这两天都没有人在韩网讨论这件事情,所以都没有做 直到今天上午才开始有人讨论,甚至还引起了热议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根据网友提供的华语圈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的话 Blackpink Shutdown MB与香港女团的Offorn MB 有六个部分非常相似 对了,这不是所有香港网友们的意见,而是部分网友们的意见而已 首先是前你戴的这顶帽子等造型,与香港女团的造型很相似 然后两支MV里都出现了开跑车的片段 接着是MV中都出现了成员站在电梯内的片段 再来是香港女团成员坐在浴缸里,前你坐在浴缸上的片段 然后两片的MV都出现了背对着镜头行走的片段 最后是MV中都出现了手指指下方的动作 你别开手你啊 一直以来在我介绍MV抽携争议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说我的意见 因为怕影响多大家的判断力 但是这个对Blackpink有一点点的关心就应该知道 Shitdown MB大部分都是取用了之前主打歌的场面 满满的回忆上 所以对这个争议的寒往反应 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到 是搞笑还是真心 那个帽子一开始不是基地戴的吗 应该就是想丑话题吧 怎么不说连呼吸都是抽携的 不是,如果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还想要做点反应 但是这实在是太傻眼了 这样说反而是香港女团抽携了不是吗 Blackpink的MV是至今自己之前的MV啊 粤钢是在普香囊开始就有了 甚至缩图还是这个 五年前五年前 竟然还本末导致 不过那首歌的歌词里也有Shitdown 这样连续有冲叠的几项也很神奇 我给我的香港朋友看了这个内容 他找了香港信号给我看 然后跟我说 一定要告诉航空朋友们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不这么想 是不是有人讨厌这香港女团 所以才散布的这种谣言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看只是有一部分的网友们这么认为而已 不关这香港女团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伤害她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首先是男团Pikton成员Hotchen 与朋友聚窗后回家的路上 被警方测出酒驾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而公司也发出声明表示 接下来Pikton将以五人体制 进行演唱会以及所有行程 不是不酒驾就有那么难吗 就那么不喜欢叫代驾司机吗 酒驾又不是事物 就是故意啊 为什么要这样 马上就要演唱会了 我是粉丝真的很失望 最近才开始正式个人活动了 怎么自己给毁了呢 然后第二件消息是 曾经参加过Preduce第二季 一演员活动的穷中基 极端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了 9月20号 穷中基的母亲透过Twitter表示 我是穷中基的母亲 儿子穷基自己结束了生命 我现在的星期 无法以笔墨来形容 穷中基的妹妹也在 A级现实动态发文 我是穷基哥哥的妹妹 说这样的话会很伤心 但是我哥哥真的走了 谢谢一起担心的所有人 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谢谢大家